1422年8月 在结婚仅两年零三个月之后 年方20岁的英格兰王后 法兰西公主凯瑟琳德瓦卢瓦 突然成了寡妇 她的丈夫英格兰国王亨利武士 在征战法兰西期间 因感染利己不幸离世 年仅35岁 丈夫亨利去世仅两个月之后 凯瑟琳的父亲 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 也嫁和西去 凯瑟琳有一个周岁不到的儿子 也叫亨利 这是他为英格兰亨利武士 留下的唯一皇家血脉 如今这个强保中的婴儿 即将同时继承英格兰 和法兰西两国的王位 想到这里 凯瑟琳不仅打了个寒战 打凯瑟琳去世以来 法兰西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切不得不归咎于他的父亲 国王查理六世 查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疯王 他第一次发精神病的时候 凯瑟琳甚至都还没有出生 以后每次发病 多则数月少则数周 查理就会处于完全的精神失常 和歇斯底里中 他时而当街连环砍人 只要把屎涂满自己全身 在此期间 国事自然是不能理 也造成了权力的真空 随后的几年中 法国的两大贵族集团 阿尔良家族 后称阿玛尼亚克派 也就是凯瑟琳的叔叔家 和伯根蒂家族 也就是查理国王自己的叔叔家 开始了拉锯战士的权力争斗 斗争到白热化的阶段 谋杀 当街坎脸等下三乱手段都用上了 巴黎也陷入无止境的暴力冲突 就在这样的混乱中 海峡对岸的军事天才 亨利武士蠢蠢欲动了 你们自己打成这样 那不是勾引我过来吗 1415年 亨利率军南下 从南安普顿出海 与哈佛卢尔登陆 阿金库尔一役 英军大胜法军 1417年至1419年 亨利夺下了整个诺曼底 以及一些周边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并于1419年8月指导巴黎 法国的伯根地一派 为了稳固自己伯根地公国 大片领土的利益 也为了削弱法王的实力 与亨利内外勾结 1420年 亨利武士逼迫以神志不清的法王 查理六世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特鲁伊条约 条约主要有两个内容 一 亨利将迎娶法兰西公主凯瑟琳 二 法兰西王太子将不再享有王位继承权 国王查理六世百年之后 将由英格兰国王亨利武士 或他和凯瑟琳的继承人 来继承法国王位 英格兰和法兰西 未来将由一个国王统治 凯瑟琳对亨利的感情很复杂 也将是他下半辈子的依靠 另一方面 亨利撕立了他和他家族的关系 凯瑟琳的弟弟 不承认英国王室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 人在南部玩抗英军 不过命运没有给凯瑟琳过多的时间 来消化他和他新婚丈夫的复杂关系 如今送走丈夫的灵鹫 他必须擦干眼泪 当务之急 是要把年幼的儿子抚养长大 凯瑟琳的儿子登基之后 称亨利六世 亨利六世是整个英国历史中 继位时年龄最小的郡主 新军年幼自然是母子一起生活 他们在伦敦 温莎和肯特郡都有宫殿 可以轮流居住 那个年代的英国贵族 主要以拥有的封地作为收入来源 国王和太后也不例外 亨利五世在去世前 赠予凯瑟琳好几片领地 母子二人的内庭生活 舒适而宽裕 有道是保暖私盈欲 嗯 应该这么说 太后毕竟还年轻 才二十多岁 再加上那个年代贵族女子改嫁 还是再寻找不过的事情 再有朝中大小事务 被几个宗室贵族牢牢把持着 也没凯瑟琳什么事 这么看来 凯瑟琳寻找第二春 似乎是迟早的事 在当时的王室贵族中 有一位名叫 埃德蒙伯福特的贵族青年 英俊帅起 卓尔不群 他是小国王的唐叔 也就是凯瑟琳的唐小叔子 请大家记住这个人 之后他还会出现 埃德蒙二世出头 比凯瑟琳还小了五岁 时间一久 两人尽暗身情愫 暗流涌动 暗度陈仓 所谓好事不出门 八卦传千里 况且 王太后又有枕边人了 这何止是八卦呀 这是可以动摇国本的大事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 就是当时代理国内十五的护国公 汉弗莱 汉弗莱也是王叔 而且是亲叔叔 是亨利五世年纪最小的亲弟弟 汉弗莱担心 凯瑟琳和埃德蒙 两边势力结合 控制住小国王 直接把他给架空了 如果再生个一儿半女 他们的孩子也是有 纯正王室血统的 那还了得 1427年 汉弗莱主持议会 议会通过了一项 针对太后再嫁问题的法令 法令规定 任何人如果要卷太后凯瑟琳 则必须放弃自己的 所有贵族权益 包括继承权土地 财产等等 相当于被打为平民了 这样一来 汉弗莱觉得 他已经基本掐断了 太后再嫁的可能性了 1431年 对小国王亨利六世来说 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那年年底 10岁的他被一众大臣簇拥着 第一次跨越海峡 来到了法国巴黎 在巴黎圣母院 举行了隆重的 法兰西国王加冕仪式 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 正式戴上法兰西王冠的 英国国王 但有人留意到 加冕仪式少了个重量级嘉宾 凯瑟琳太后 于是人们揣测 太后是因为 顾及法兰西王室的面子 因此特地不来参加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30岁的凯瑟琳 正在英国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暗粗粗地准备生娃 不过让太后凯瑟琳 朱胎暗结的 并不是前男友埃德蒙 他是一个威尔士小伙 叫欧文都多 欧文祖上也算是威尔士贵族 但是众所周知 威尔士贵族 他不算贵族 因为威尔士人 在英格兰属于二等公民 再加上欧文的父辈出了叛军 所以欧文的出身 算得上很差 他能认识太后凯瑟琳 很有可能 是他在宫廷总管的手下工作过 凯瑟琳这边 知道这辈子 不会有真正的英格兰贵族会娶他了 干脆就嫁了一个 什么都没有 也就什么都不怕被剥夺的 威尔士侍威 他们两人的第一个孩子 早在1430年左右 也就是亨利在巴黎加冕的 前一年就出生了 是个男孩 凯瑟琳给他取名埃德蒙 嗯 埃德蒙 1431年 他们又生下了二儿子 贾斯帕 随后的几年 他们还将迎来几个子女 此时 朝中央有不少人知道 太后二婚了 凯瑟琳为了避风头 带着新丈夫和孩子们 远离王宫和自己的小日子去了 此后 他再也没有回到宫廷的中心 也再没有和他的大儿子 亨利六世一起生活 1437年 年仅35岁的凯瑟琳 病死于伦敦 他留下的三个儿子 亨利六世 埃德蒙都多和贾斯帕都多 早将直面玫瑰战争的 谢以兴风 我们再来说说 老国王亨利五世死后 法兰西那边的情况 因为两国的仗还没有打完 04前 亨利五世任命他的三弟 约翰为法兰西摄政王 约翰延续了哥哥亨利 在法国的政策 与伯根帝家族联盟 为抗法兰西的诸三太子 也就是封王的儿子 凯瑟琳的弟弟 查理七世 约翰和哥哥亨利一样 善于用兵 骁勇无敌 查理七世节节败退 困手于卢瓦和之难 然而就在形势 对英格兰一片大好之际 约翰的征途 却意外迎来了重大挫折 一个叫贞德的少女 奇迹般的凝聚起了 法兰西民众的爱国热情 和民族情绪 查理七世军对那半死不活的士气 被他给激活了 他率领法军在卢瓦和阎爱的 多个城市誓死亡犒 阻碍了英格兰南下的步伐 这个势头持续了将近两年 直到伯根帝地区 一个姓卢森堡的领主的领地内 有人俘虏了贞德 而因为伯根帝和英格兰是友军 卢森堡便将贞德献给了 摄政王约翰 然而谁能想到 摄女贞德并不是约翰 在伯根帝收获的唯一少女 他还在卢森堡家认识了 另一个与他命运交织的美少女 雅各塔 约翰已经40多岁了 当然不是单身 早在1923年 也就是亨利五世去世后一年 伯根帝家族就与约翰联姻 伯根帝公军的妹妹安妮 嫁给了他 伯根帝家族当然是打的一手好算盘 当时英格兰王座上做的 不过是个婴儿 还是先王独子 一旦国王成长过程中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这在中世纪可太常见了 那么作为王帝的约翰家 就是王位的继承人 所以伯根帝的安妮 就有可能是未来英格兰的王后 或者是太后 只是这算盘终究还是落空了 首先是安妮的肚子一直没动静 其次安妮自己 也在结婚十年后的1433年 死亦瘟疫 丧妻之后 约翰想起了两年前 在卢森堡家见过的美少女雅各塔 数月之后 44岁的约翰 高高兴兴迎娶了17岁的雅各塔 伯根帝家用脚趾头想想 也很不高兴 自家陪了个女儿 最后却啥也没唠到 而且安妮尸骨未寒 你这里就再去了 都不用顾及我们的感受的吗 就这样 伯根帝家族与英格兰王室的裂痕产生了 雅各塔这边 但凡给约翰生个儿子 玫瑰战争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但是很可惜 雅各塔的肚子也一直没动静 而且嫁过去仅两年半之后 他的丈夫 英格兰第一公爵 法兰西摄政王约翰 就蒙上帝召唤去了天国 雅各塔二十不到 守了寡 所谓嫁机随机 丈夫死了 雅各塔作为英国第一公爵夫人 必须要回英国生活 而且约翰对这位小娇妻也特别好 把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一都给了他 那就冲着遗产 雅各塔也得回英国呀 于是他和一众家丁 带着大小家党回英国了 然而就在回城的路上出事了 约翰手下的军官中 有一名叫理查德·伍德维尔的骑士 他一路上兢兢业业 保护着女主人的安全 雅各塔人被他顺利带回英国 但是心就这么不小心被他拐跑了 两人年纪相仿 到了英国没多久就秘密结了婚 两年之后 他们两人的大女儿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出生了 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后面她的人生将会和这场玫瑰战争 牢牢地绑定在一起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位 嫁到英格兰的法兰西少女 是安如的玛格丽特 小马的童年和前两位相比 那是非常坎坷了 她父亲勒内 是法兰西王室的庞之 是安如公国的公爵 西西里国王和纳布勒斯国王 但是法兰西连年内乱 安如是法兰西边陲的一个小公国 只能任人鱼肉 西西里和纳布勒斯的继承权又比较远 基本上只继承了个空王冠 小马年幼的时候 父亲勒内因为亲法兰西太子派 被伯根地公爵俘虏并监禁了起来 小马的母亲经国不让须眉 亲自带领军队营救丈夫 不但如此 勒内在监狱中的时候 小马的母亲不仅在安如亲政 还亲自出海前往西西里 去那里捍卫丈夫的主权 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 小马格丽特长大了 在她短暂的15年的前半生中 她学会了两件事 一 不惜一切代价 捍卫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权利 二 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样 在政治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小马15岁那年 英格兰来提亲了 提亲的那位不是别人 正是一周岁不到就登基为王的亨利六世 我们叫他老六吧 此时老六已经24岁了 其实早在老六十四岁时 他的亲事就被提上了一时日程 但这事一直拖着 是因为在老六十四岁到二十四岁这十年内 英格兰的国内外局势 那是风云突变 波绝云归 首先 老六十四岁时 他的叔叔法兰西摄政王约翰死了 约翰尸骨未寒 英格兰在海峡对岸最大的盟友伯根地 就立马撕毁了和英格兰的盟约 与法王结盟了 法王的军队随即进驻巴黎 英格兰之后又接连放弃了多处法兰西的领土 学上家商的事 英格兰国内因为连年战争 再加上粮食欠收 上至贵族下到百姓 日子都过得苦不堪言 老六手下有几位宗室贵族 此时就分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两派 老六丝毫没有继承他父亲 我敢刚毅的性格 不但对外的战士他束手无策 无法遇下清真 对内几个宗室贵族的纷争他也摆不平 加在主战派和主和派中间显得毫无阻截 老六自己没有亲兄弟 但他有好几位叔叔 其中二叔托马斯死得较躁 三叔约翰也已经死了 四叔汉弗莱是如今唯一在世的 三位叔叔是国王血缘最亲的王室成员 但都没有留下后代 汉弗莱继承了哥哥们的衣钵 是朝中坚定的主战派 那么主和派呢 我们再往上追溯 老六的爷爷亨利四世 他没有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所以也是个独苗 但是他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这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 他们的母亲还是情妇 后来才转正做了王后 所以他们兄弟都被冠上了另一个姓氏 伯福特 伯福特三兄弟中最有威望的是老二亨利伯福特 他做了红衣主教 后来成了大法官 他是在国内制衡汉弗莱的一大力量 他主张的对外政策要温和得多 伯福特在与汉弗莱的互相较劲这十几年中 培养了一个小贵族叫威廉 威廉不是王亲贵旗 一开始只是个伯爵 但凭借十几年兢兢业业的努力 和左右逢源的能力 成了国王的宠臣 容身侯爵 然后是萨夫克公爵 威廉是个比伯福特主教更坚定的讲和派 在他的努力下 国王老六也加入了主和派 并于24岁迎娶了安儒的玛格丽特 结婚的条件之一 就是把安儒公国和曼恩伯国的管理权 归还给法兰西 并且英格兰同意为期数年的休战 小马和老六在英格兰成婚的那天 刚过完十六岁生日没多久 老六性格腼腆 对小马无微不至 但是小马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 不出几月 就大致了解了朝中的情况 他知道英格兰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她 因为她和老六的婚姻 是对外政策妥协的产物 而老六耳根子很软 没啥主心骨 小马想要光靠着她 那是不行的 老六底下的人各个如狼似狐 所以小马必须很快找个自己信得过的人 结成联盟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 把他从法兰西带回来的 萨福克公爵威廉 威廉自然乐得抱住皇后的大腿 对他来说 伯夫特主教垂垂老矣 反对党王叔汉弗兰也已经不得适 只要把他斩草除根 自己就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1447年也就是小马 驾到英格兰两年左右 汉弗兰突然暴毙 死因成瘾 此后三年 威廉和王后 离英外河独揽大权 风光无限 但是此时的英格兰内部纷争四起 各地动乱不断 即便有了王后这座靠山 威廉最终也没有风光太久 1450年 威廉因为过于侵法的政策 被议会以叛国罪起诉 国王让他赶紧去国外避避风头 在逃亡海外的途中 威廉被暴徒所杀 而小马王后 还没有从失去盟友的打击中 缓过神来 国内又出现了更糟心的局面 肯特郡爆发了起义 蔓延到了南部多个城市 如今 起义军攻打进京城了 伦敦危 保留此时 束手无策干脆逃出了伦敦 伦敦市长带着市民奋勇反抗 最终俘获了起义军首领 这场重大危机之后 小马彻底对丈夫寒了心 他决心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但是 英格兰议会是不会让女人干政的 小马必须在朝廷中再找一个盟友 此时 朝中最有可能坐上首辅大臣之位的 有两个人 一是老六的唐叔 伯福特家族的爵位继承人 我们之前提过的埃德蒙伯福特 他刚从法国打了败仗回来 另一个也是老六的唐叔 约克公爵理查金雀华 此时 他正在爱尔兰做总督 接下来的旗该怎么走 其实小马心中已有答案了 那么凭借小马的选择 他能否在宫中坐稳往后之位呢 风雨飘摇的英格兰 又将走向何方